喂,喂,喂,OK,OK,应该是有声音的 好的,那么差不多时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网课 那么今天是2024年的6月20号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经济的一些分析 那么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网课之后可能会进行一些改版 那未来改版的形式是怎么样呢 会以朋友圈的形式或者是邮件的形式给通知给大家 那么有可能这就是那个这个不好意思把声音关一下 有可能就是这个形式的网课的最后一节了 那么也谢谢大家的一些陪伴 那么我们也是度过了很多的时光 好的,那么就继续开始今天的网课 那么首先还是按照惯例念下免责声明 Gold Markets分析师,Gold Markets Security分析师或外部讲师的文章 视频或者网络研讨会 均基于他们的独立分析或个人经验 所表达的观点意见或者交易风格尽代表个人 并不代表Gold Markets或者是Gold Markets Security的立场或观点 该课程仅具有一般性 并未考虑到您的个人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 在您决定是否申请差价合约或实体股票账户时 请务必查看相关的股票交易的法律文件 所有意见、结论、预测或建议均在编写时合理成立 那么如果有更改 树不令实情通知 过去的成果不能保证或者是预示未来的表现 那么Gold Markets Pty Ltd 那么ABN和AFS牌账号是一家差价合约的发行商 那么Gold Markets Security ABN隶属于Gold Markets Pty Ltd 那么AFSL的号是254963的齐悦授权代表 那么提供ASX和CBOE实体股票的交易服务 包括上市投资公司流通股和交易性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那么市场上的券商那么多 为什么这么多客户选择Gold Markets呢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公司 那么Gold Markets是澳大利亚首家使用MT4在线平台的外汇经纪商 并且在2004年正式取得了澳大利亚金融服务执照 AFSL授权的外汇交易资格 其执照编号为254963 那么成为澳大利亚境内历史悠久的老牌在线外汇交易平台领导者之一 那么Gold Markets在2015年正式成立了Gold Markets的中文服务部 致力于提供澳洲股票外汇黄金指数石油国债等一站式中文交易和分析服务 使您在澳洲投资金融市场的首选券商 那么我们也是屡获输入的老牌券商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网课的形式 那么之后会有一些变动 然后我们有一些多种的线下研讨会 实时的市场分析视频 还有特色服务包括集市的市场更新 中文的分析报告和每周线上讲堂 还有专属的客户经理 这是我们的一些分析报告 那么怎么成为我们的客户呢 就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是邮箱的方式 进行一个大家可以进行沟通 好的 再看一下免责声明 我们就开始了 好的 首先呢 先说一下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是目前世界上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 那么说起新加坡尸城 大家都会想到尸城 就是它那个尸头鱼尾的那个形象 那么先简单的和大家聊一聊 尸城是怎么由来的 那么首先有两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呢 就是桑尼拉乌塔玛的一个传说 那么就是说一个维加亚王国的一个王子 在一次航海中偶然发现了新加坡岛 当时他登岛的时候 看见了一只非常神秘的动物 就认为那是一只狮子 那么这种发现就是认为是一种非常急躁 于是他决定在此建一个新城 那么并将其命名为 这个不是很很会读啊 Singapra应该是这么读吧 那么因为繁文中 尸城意为狮子 Pura意为城市 这是维基百科给的解释 然后呢 对于马来纪年的一些解释是 相当于是 桑尼拉乌塔在新加坡发现狮子的故事 也详述了他在海上的冒险和 最终在新加坡定居的一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 这其实就是新加坡 为什么叫尸城的一个传说的一个由来 那么说完了传说 那么可以说是在二战之前 新加坡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被殖民的状态 或者说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一个 倒国的一个状态 独特的地理位置 还有独特的一些人口结构 也就造就了当时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环境 那么当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什么呢 它隶属于一个就是地理位置上的海运交通要道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被很多 曾经被应该说是不少的国家进行殖民 特别有名的就是被英国殖民 那么也成为了英国特别重要的一个港口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新加坡的经济就因为是港口 所以进行了一些进步 也不能说是突发猛进 就是进步起码不是变得一个非常动乱 或者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 好景不长 二战开始之后 导致了新加坡内外就是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那么到二战结束之后呢 就经历了非常多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社会动荡的问题 新加坡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重新回到了英国殖民地的统治 但是呢 战后社会充满了动荡 以前建好的房屋啊 企业啊 经济体啊 什么的都被摧毁的差不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大家人民的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对于社会的一些殖民统治 就会充满非常不满的情绪 当时社会的治安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 在这在这个阶段中呢 就是说经济也是遭到了巨大的打压 那么战后的新加坡经济被破坏的非常的严重 那个时候物资匮乏 通货膨胀又严重 非常多的人失业 生活条件非常恶劣 在那种情况下来说 其实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窟 那个根据就是能查到的照片来说 其实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那么尽管如此呢 逐渐的港口贸易开始恢复之后呢 它又开始就是说成为一个区域贸易的一个中心的地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后来呢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时候呢 新加坡就经历了非常多个政治动荡的时期 包括1955年的霍里巴士骚乱和1959年的全面自选 自治选举等等的事件 当时还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华人和马来人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冲突 那么最终在1963年的时候呢 新加坡和马来亚 沙巴和沙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其实非常多的人都可以看好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 可以大家一起抱团取暖走得更强 但是呢 实际上独立 但是呢 实际上成为这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组建了这个国家之后 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首先就是分歧 分歧就是在于 最大意义上的是一个人种的一个分歧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 怎么说呢 多元化的一个人种的一个国家 那么但是马来西亚大部分是马来人 所以双方的进行交流 或者是等等这些问题上 生活习惯啊 民族文化上 本身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当时可以查到的是 大概有40%以上的收入 是必须要去上交的 就是新加坡要上交给马来西亚的主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于是在1965年 就被迫脱离了马来西亚 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独立之后呢 其实面临着非常多的一些社会问题 那比如说就是社会动荡 就是动荡期并没有完全结束 那么第二就是一种归属感 那么其实多就是 多外来人种的一个国家 它本身就面临这个很基础的问题 就是对于归属感 其实是非常劝缺的 然后呢就是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需要快速复苏 那么如果不快速复苏的话 就是很有可能就一直就一决不振下来了 那么可谓当时的情况 可谓是内忧外患非常的严重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就是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 在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带领下 开始让新加坡进行改革复苏 逐渐走向辉煌 那么他到底是如何逐渐走向辉煌的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讨论 新加坡的一些就是李光耀 他所政府所实行的一些经济政策 那么很多可以说是近代的经济学家 都不是很同意他的很多做法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做法 在独特的环境下 独特的地理下 独特的人文下 造就了最终的成功 那么首先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拆分来看 他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第一步就是什么 第一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让新加坡在那个二战之后 喘了口气的关键点 就是英国海军的驻扎 在二战之后呢 其实英国在世界各地都 就是有很多的殖民地都失去了 就算有一些地方殖民 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以前的统治力 那么强悍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呢 他就需要有一些重要领地 进行一些海军的保护 其中就包括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港口要道 那么其次作为一个岛国来说呢 那个英国非常依赖海上贸易 进行一个经济的运作 所以呢 为了确保海上一些航道的安全 特别是保护跨大西洋和亚洲的一些航线 那么这些航线都对于英国的经济发展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种时候呢 每个这种重要的殖民地 就有非常多的海军进行一些保护 其中就是包括新加坡 那么在这种旺盛的海军 就是海军驻扎对吧 那么海军驻扎 他需要有生活 需要有娱乐 还需要就是 还需要有各种的 就是相当于 他们内部所需要的东西 那么他内部所需要的东西 他只能去 让新加坡去给他们提供 那么这种时候呢 新加坡经济被外部的需求给盘活了 而这个外部需求就是英国海军 同样的 同时而言 其实英国海军的驻扎 也保证了新加坡这个小的岛国的一个 就是安全 安全性 就是外敌 不容易入侵 因为虽然说它是 那个叫什么 就是 就是没什么战斗力的一个国家 但是当时英国 因为英国海军的一个驻扎 导致他在贸易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得到了一些安全的保证 然后呢 英国海军在1971年撤退的时候 实际上给了新加坡很多的时间去解决他的内外问题啊 解决他的经济问题 让他发展的更加繁荣了一些 就是奠定了一个基础 其实也是很需要 就是很感谢当时英国海军的一些驻扎 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 当时内部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人种问题非常 就是混杂 那么 呃 当时的比例来说 就是华人占75% 马人占 马来人占13.5%到15% 印度人占9% 其他种族 种族约占3.2% 那么这个 在这种情况比例下来说呢 他的比例就 就是 每个 就是每个人种都有一些 那么 那么多年来 这个比例一直都维持到了现在 但是呢 就是不同人种下 大家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大家有不同的文化 大家语言又不通 那么就会 在这种情况下 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 只是 其实这些矛盾都不是说是什么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矛盾 而是 你不理解我 我也不理解你 所以可能会 无法沟通交流 产生的矛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李光耀就实行了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政策 就是为了解决这种种族的争端 大家必须都说英语 不管你是说华语 闽南语 马来语 还是印度语 或者其他什么样的语言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 只要你在新加坡 只要你在新加坡 你就是新加坡人 你就必须得说英语 所以他们到现在而言 他们实行的都是双语制度 英语为主要母语 其他还要选一个第二语言 为重要的语言 在大家都说英语 其实是有一些非常好的 那个叫什么 就是现在看来是有非常好的 一个正向影响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对于内部来说 大家内部非常容易去交流 因为大家说的都是英语 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人 你只要都说英语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互相大家理解了之后呢 又大家住在一起 对吧 一起上学啊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这种情况下互相了解 就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和争端了 大部分都可以去包容去解决 那么对于外部型来说 那么外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 它可以迅速的和国际接轨 因为世界上目前来说 最通用的语言就是英语 那么从当时来看 这个决定无微是一个 就是非常长远的一个决定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解决的 就是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些经济问题 那么首先解决内部的经济问题 那个李光尔他们 就是实行的政策是 首先对于基建方面 就实行的叫做居者有其屋的一个政策 那么从那个时候起 开始推崇了一个组屋制度 那么目前来说 这个组屋制度呢 也有80%的居民是居住在政府的一个组屋中 就是政府花钱建的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呢 就是保证了人民生活的一个平常的日常的居住 而且这个组屋其实 相对而言是比较便宜的 那么也就是说 保证了很多就是中低收入的人群 都可以买得起或者是住得起 而且这种组屋呢 它并不是说那种廉价房 因为各个国家都会为一些流浪人群呀 或者说是非常就是低保人群 去建一些那种廉价屋 那这种廉价屋可以供他们便宜居住 但是其实当时新加坡所建设的并不是这种类型的廉价屋 它其实建设的这些组屋都是比较现代化 然后呢 就是基础设施很完善的这种房屋 然而这里说了 有80%的居民是居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 那么剩下的20%就不是政府组屋了 那么就是一些呃 就是比如说别墅啊 或者是自建房啊 或者是排屋啊 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房屋 那么这些房屋的价值就非常的高 也一定程度上的刺激了一些就是就是高消费 看上去其实就是说让80%以上的居民都有政府建的组屋 就是居住有其屋 这个说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并不是很简单 其实呃特别特别相似的一个城市 相似新加坡的一个城市就是香港 那么在于香港来言 以前也是也试过就是说 那个建这种类型的组屋 这种大建高层啊 然后让很多人去居住 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 那么其中呃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正就是新加坡的政府 它放弃了一个我们在经济学中所说的一个什么机会成本 什么机会成本呢 就是房地产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的一个机会成本 纵观就是近代的那个经济学经济学史 我们都可以发现就是在很多的亚太国家 其实房地产是对为作为经济支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当时当年的新加坡就是有这个魄力 有这个行动力 去让就是放弃掉房地产房地产这个市场 就是先让就是为了就是怎么说呢 人们的稳定 然后未来的发展所建造了那么多的组屋 其实现在看来真的是魄力是一成 而且政府的行动力也是一成 那么很多经济学家就那个叫什么 就是很就觉得很违背目前的主流的一些经济理论 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违背主流的经济理论下 才使得就是怎么说呢 当时的新加坡内部非常的稳定 而且呢这种组屋它是 类似于就是说它不让你所有一个人种全部聚集的一种一种方式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百分比的人种 比如说建的这一套组屋里面 有百分之多少必须是华人 百分之多少是马来人 百分之多少是印度人 所以大家都在一个社区进行生活啊 交流学习啊 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就是了解性会更多 然后呢沟通性也会更好 也促进了这个社会的一些和谐 那目前来说呢 其实那个新加坡的住房拥有率是89.7% 是非常高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住房拥有率了 其次呢 就是基建中的第二环就是交通 衣食住行嘛 交通 那么交通来说呢 其实新加坡大部分的人就是居民都是用的公共交通 因为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 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 那么对于花园城市而言 就是卫生啊等等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新加坡其实是一个弹丸之地 它的面积非常的小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它想要保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空气环境 和一个居住环境 那么必须就是要使四家车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数量减少 那么它是怎么减少的 首先一就是征税 就是对于车辆的税是特别高的 第二就是你开车的人必须得有拥车证 那么拥车证 它是实行一个竞标的方式 还不是说你想想排就可以排到 它是以竞标的方式去买 那么每个拥车证的使用期限是十年 平均在十万新币左右 那么十万新币就相当于是差不多是五十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一个十年期的那个叫什么 开车证 拥车证 你就需要花五十万人民币 然后你再加上买车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开销 所以大部分人他就不选择买车了 他就其实就是做公共交通 第三点呢就是卫生环境 那么对于卫生环境来说呢 其实新加坡你去过的朋友都知道 新加坡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而且人民的那个素质也非常高 就这种素质高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罚款力度特别的 就是惩罚制度特别强 所以才导致大家就是说 一开始是通过惩罚制度 是让大家就是去强行遵守 遵守到遵守了之后呢 几代之后 大家就发现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不需要就是罚款只是一个威慑 那么就是不需要这个罚款 去签就约束我进行的一些行动 就是我自然而然的自发的 就会去保护环境 就会不会去做那些 那个叫什么街上抽烟啊 随即吐痰啊 乱丢垃圾这些问题 那么这就是在金居学里面 特别有名的一个效应 叫做破窗效应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呢 基建解决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的问题 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之后呢 李光耀又是 李光耀又进行了一个 他的第三步 就是对于他明白 一个国家想要强大 必须是国家的人强大 所以呢 他就实行了他当年的 非常有名的人才计划 当年的 其实当年新加坡的人才计划呢 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 用现在的词来说 就是非常的卷 那么那个时候的人才计划 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人才计划 就是从你出生起 到小学 你就要进行排名 然后测智商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你智商高 智商中等 智商低 然后排名的 他就会进行不同的分班 那么这种就是什么 就是 英才市教的最早期的处行 但是这种情况下来说呢 就会造成就是说 非常强的一个竞争意识 就会 现在说就是非常的 压力非常大 非常卷 那么到现 近现代而言 就是说这些教育体 就进行了一些 一系列的改革 主要分为三种教育 就是基础教育 首先基础教育呢 就是包括全面教育 和双语教育 那么全面教育 就是说 应该不能说是所有吧 应该说是绝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接受教育 那么也保证了很多 就是那个 就是教育的基础嘛 然后第二就是双语政策 就是除了母语是英语之外 就是第一语言是英语之外 必须还要再选一种语言 进行学习 这种也保持了 他们就是曾经有的多样化 也就是说 就是英语水平也可以 就是保证 也保证英语水平 那么特别有意思 之前和新加坡的朋友聊天 他们都会有一些 特别神奇的 应该说是助动词吧 应该是这么说吧 就是比如说什么 How are you la 什么什么 la 就听着 其实感觉有点怪怪的 有点 有点好笑 但是又有一些亲切 其实 特别有意思 第二呢 就是中等教育 在中等教育中呢 他就实行一个 都员路径和一些综合课程 综合课程呢 就是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课程 以前其实怎么说呢 上学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有 学生遇到过的情况 就是体育课 音乐课 然后还有什么课 被巴战去学主课的 这种情况 那么说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全面发展 但是实际上 这些课基本都没有 那么我当时高中的时候 比较幸运的 就是我们学校 不会有巴战课 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时高一的时候 有计算机课 然后音乐课 体育课 还有心理学课 虽然心理学课 听的人不多 但是呢 实际上 他也是会定期关心 就是这些学生的一些 健康成长 那么健康成长 不仅仅是身体健康 对吧 心灵也是要健康 所以他入学的时候 就给我们做了心理测试 然后如果有心理 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学生 他会重点的去进行一些 沟通 然后给你一些引路 然后也有一些心理课程上 也会给大家 就是讲解一些 就是如何注重心理问题的 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也接受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多元的教育吧 那个时候 然后第二就是多元路径 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 就是分批次人才化的培养 比如说你是这方面非常优异的 你就往这方面的道路走 比如数学优异 就往数学道路走 然后英语 就是那个文学优异 就往文学的道路走 就是他实行的一种 是多元化的一种路径 第三就是一个高等教育 他的多元化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 比如说他的 现在新加坡的两所著名大学 南大学和那个新加坡理工 都是常年排名亚洲前三的一个 就是大学大学机构 那么如果说是对于这种非常高精尖的人才 他就是你上不了这个学校 非高精尖 他也有一些职业教育和培训 其实他就在潜移默化间 就把你也是分成了不同类型的人去培养 就是非常顶尖的人 你就去顶尖的教育 非常就是普通的人 或者说普通中下的一些人 你就直接进行职业教育 也保证了劳动力啊 和生产力的这些可以促进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呢 就是人民的素质 学识 然后还有就是能力 不断的上涨 也吸引了非常多的 就是国外的人才进行来读书 那么读完书之后呢 就是说很多人也会选择留下来工作 对吧 那么这种也是一种人才的一种吸引的引进 也变相的促进了新加坡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快速发展 那么最后要讲到的一点 就是对于新加坡在内外稳 就是内外也稳定了 基建也搞好了 教育也就是弄得不错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呢 其实新加坡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方面 它使得那个叫什么新加坡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 就是对于外资的一个吸引 我看一下今天的时间 看看今天的时间够不够说的 如果不够说的话我就写成一个文章 然后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我看一下 可以和大家简单讲一些 那么和大家简单讲一些呢 然后特别具体的那些呢 我就会进行一个就是写成文章的形式吧 因为今天时间上面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不够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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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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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么不好意思 刚刚有一点卡这个网 那么我们就大概的说一下一些框架 就是从那个叫什么1970年代开始 那么新加坡是如何对于吸引的一些外资 导致就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的更加繁荣的 那么首先呢就是来到1970年的一个早期 1970年早期它吸引的是一些 就是使用炼制行业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外资 那么当时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的石油炼制中心 在1980年代左右呢 就是相当于政府经济开始一些衰退 因为那个时候在1985年的经济衰退呢 导致那个叫什么 就是当时几次的石油危机之后呢 使得政府实行的政策和战略性的调整 变成了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和高科技发展的一些产业 那么在1980年后期就迅速变成了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的一些中心 那么那个时候就成为了那个新加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 那么发展之后呢 到了1990年的初代的时候 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建 那么基建之后 但是在1997年也经历了 就是压中那个叫什么压中金融危机 但是呢 新加坡通过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多样化的一些政策 迅速的恢复 当时恢复的非常快 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呢 他进一步的股购 就是巩固了他的亚 就是那个叫什么亚洲的一个金融地位 并且也巩固了他作为全球的商业 商业枢纽和金融中心的一个地位 那个时候在2000年初期开始推动了生物医药 和研究行业的一些发展 在2005年的时候呢 意识到 就是实际上 就是他们是一个花园城市嘛 花园城市非常的漂亮 也开始进行一些度假村的项目的一些启动 那么也推动了旅游业和娱乐业的一些发展 那目前来说到了2010年的中期的时候呢 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亚洲最具有经济 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 成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特别高的一个国家 那么在2020年代 就是前些 就是2020年 就是左右前些年的时候呢 就是说目前来说 不是目前 当时来说就是全球爆发了新冠危机 那个时候呢 对于经济也是发生了巨大的挑战 那个时候呢 就实施了企业和个人的财政的一些刺激 然后同时也加速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型 那目前来说呢 新加坡也在走那个就是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一些 一些就是它的原本的一些道路 但是呢 实际上在每个周期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是踩的节点非常的好 而且它政府的一些实行能力的 那个叫什么就是非常快 然后人民响应也非常快 所以也就造就了 它在近60年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点 那么具体的一些分析 我将会以文章的形式给大家 那么也是 虽然有很多的不舍 那么也是和大家今天就说再见了 那么晚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